了解中國的醫療情況 相當程度之下了解香港、了解世界 醫療是代表社會民生 問題又多又複雜 200年前醫療方面是沒有分科的 今天我們的筆科裡面分七科 越分越細 這是經濟發展和技術發展的轉變 歷史很重要 幾個九字很代表性 當然也影響接著二、三十年的醫療狀況 那個時代最出名的醫生洪藥師 形容四十年代中國的糞便和回叢 這些公共衛生的恐怖情況 其實可以反映出當時的醫療制度的落後 十年之後就是大躍進 短期之內超英趕美 集體行動對於清潔街道、清潔環境 公共衛生是有一個很好的經驗 赤腳醫生好像笑話一樣 目的是上山下鄉 幫助村民、農民、偏遠地方寒暈的人 用錯術語令所有人都以為 真的專門鞋都不穿 所以去醫療人 接下來這三十年 改革開放了 就開始了 城鎮職工醫保 衛生院、醫院這些叫做硬件 現在完全不同了 經濟飛躍、很多錢 去到任何城市 你會看到 比香港最大的醫院的醫院也有 硬件是最容易的 有錢便可以蓋 不好的一點也有 偏重專科 制度的問題 看病難、看病歸 因為不知道去哪裡好 知道去哪裡又付不起錢 有多荒謬的情況 中央的政策是知道這些 有這樣的願望、有這樣的政策 才會寫到一個目標、四個體系、八個機制 這個現在已經是八年了 保險制度搞得不錯 公共衛生是非常不錯的 受賞識的 但是可以繼續完善 從歷史一直追下來 硬件是很大的進步 軟件是很慢 但是在做緊的 希望試點又試點 有些成績